大家好,我是OOPS的猴十一 你们可以叫我猴子 欢迎收看这一期OOPS的Way of Dressing传道兽 你们知道为什么板仔喜欢戴着帽子去滑板? 为了这种? 错,我们挡住自己帅气的脸庞 是为了让路人只关心自己的滑板动物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板仔还喜欢穿着肥大的裤子去滑板? 错,因为宽宗肥大的裤腿更方便我们做出潇洒的招式 如今滑板的形象几乎随处可见 而滑板等街头运动文化又和潮流时尚早已息息相关 记得猴子我最开始想做栏目内容的时候 试着写了几期的口播稿 全是围绕着滑板人的穿搭或者街头风格穿搭这类主题而展开的 也有不少言粉一直戏称猴子我 是一个被长板耽误的穿搭脖子 在长达六年的长板生涯中 猴子我也确实看到了不少火出滑板圈的单品 这一视频上给大家看一看猴子我平常真实滑板的时候是怎么穿的 不知道有没有板仔跟猴子我一样 滑板的时候如果自己穿的帅了 当天做动作的时候都会觉得更帅了 更有资讯了 这一身也是猴子我个人印象里板仔们最为经典的搭配造型 宽松的T恤配上肥大的牛仔裤再踩上一双伤痕累累的滑板鞋 板仔的穿搭就这么潇洒且简单 入秋了天冷了 猴子我会再披上一件工装衬衫 戴上一顶小众的五篇帽 纯正的街头味就是这么出来的 不能看出上身我采用了一件卡奥特的Vintage衬衫 由三件不同条纹和格纹的蓝色衬衫的布料拼肩而成 猴子我个人感觉这种Vintage的拼肩衬衫 如果选对了款式实穿起来的效果 完全不输炒到天价的SSZ的百加一款式的衬衫 而且猴子我最近还蛮喜欢搜寻一些Vintage加remute这类主题的单品 拼肩的衣物感觉非常容易和一些纯色系的单品相适配 比如猴子我最近非常喜欢这条POLA的Big Boy牛仔裤 这条POLA的Big Boy应该算是滑板圈里最火的一条牛仔裤了 猴子我平常比较喜欢穿着这条水血黑的款式 毕竟要滑板的时候穿嘛 黑色会更耐脏一点 而且还有水血工艺处理的落色面料加持 我同时也很建议 新手朋友如果不知道买什么颜色的水形猴子裤 选黑色或者深色系的会更不容易出错 在口袋位置有一个标志性的Big Boy的刺绣logo 还蛮可爱的 裤子整体使用了非常肥大的锥形宽松剪裁 挺符合当下的潮流穿搭趋势的 无论是滑板出界还是单纯买回家 奥个造型都是很不错的 这期是想介绍几个滑板界初穿的单品 那不理的一顶Supreme的Cam Cap 超级我 这顶黑色的天然绒材质配上皮扣的Cam Cap 是Supreme 20AW的老款 比较适合秋冬季节的搭配 不知道是不是玩滑板还都比较瘦 这种Cam Cap的帽子版型 我感觉特别适合猴子我这种瘦长一点的脸型 可以稍微修饰一下我突出的颧骨 如果有初次想尝试Cam Cap冒险的朋友 除了Supreme以外 也有很多小众一点的滑板品牌 出过这种录音帽 有空的时候可以去solo一番 后面有机会 猴子我可能还会做一期小众滑板品牌分享的专题 对了 这一身穿搭我用的板鞋来自ConverseCons 也就是匡威的滑板支线 等一下 我是有点冲 也就是匡威的滑板支线 你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这是一双魔术贴款式的OneStar OneStar这个鞋型 大家应该就不会太陌生了 侧面有一颗很标志性的小猩猩 盒子我是比较喜欢Conscos它自带的鞋垫 所以以前买了各种各样的配色的OneStar 就是为了滑板的时候换着穿 当时还并不知道这款鞋 就在街头潮流文化中有多高的地位 好了 这期板仔穿搭咱们也就想要这么多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内容的话 别忘了时刻关注这个带你探究与发现 探杂于我们糟糕生活中的美好商品的频道 俄普斯 我是猴狮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